欢迎收看美洲360 我是Angus 这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2025年的 Proton X70 正式发布 终于舍得给你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了 价钱 98,800 块起跳 新的 FaceSafe 除了有改变外观以外 还加强了它的科技配置还有安全性能 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这辆车更有竞争力 这是第一次 Proton 给你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功能 我觉得没有这个功能哦 这个车真的是烧了 一点东西啊 可以连手机听歌 看位 看有没有警察在前面有多么的方便 而且这是给你的 Screen 是高清的啦 有点诚意了的 你们的 Full Holder 可以丢掉了 外观方面呢 2025年的 Proton X70 就换了一个比较顺眼的 Salon 给你新的 LED 头灯组 整辆车看起来更加豪华的感觉 除了前面的大灯 后面的尾灯也是换了啦 来到动力方面啊 还是那1.5L 的 Turbo Engine 174 HP 255牛米 也要像是 7-speed 的 DCT 以前我驾过的感觉是 戳下戳下的啦 现在就不知道了 X70 的车主你们可以留言下面给我知道 配置方面给你 6 个 Airbag ABS, ESC, Hill Axis, TBMS 还有 Level 2 的 Arntax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全部都有了 那所以改款的 Axis 卖你 98,900 块起跳啦 又给你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第二则新闻 Mazda EZ6 确认进军海外市场啦 特别是欧洲市场 BEV REEV 两种动力可以选择 日本终于有代表扩展这个 EV 车的市场了 EZ6 是一款中型轿车啦 定位在现代 EV 车市场的高端领域 它的设计和现在的 Mazda 车型一般般呢 一样也是干净和优雅的设计 现在不但是外观漂亮 性能也很够力一下 刚刚讲到这辆车给你两种动力配置 首先是 EV 啦 续航里程肯定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那辆 MX30 那辆 200km 都不到万老耶 然后第二款是真诚式电动版本 REEV 这个版本配置了一个小小粒的内燃机 用来 charge 你的 EV 电池的 续航里程更够力 所以你们要驾远或者驾很够力远 你们就自己选啦 这款车的推出代表了 Mazda 在 EV 车领域的新突破啦 对于追求高品质电动轿车的消费者而言 Mazda EZ 6 值得期待 第三则的新闻 Toyota Corolla Cross 又 facelift 了 升级了它的安全配备还有电子手刹车 Expect 在下个月正式发布 Toyota Corolla Cross 作为 Toyota 的热门 Crossover SUV 之一啦 一直都很受欢迎 随着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啊 Toyota 决定 facelift 给你双 然后下个月就发布了 在这次的小改款呢 Toyota Corolla Cross 升级了 它的安全配备不管你买什么 spec 它都给你Toyota Safety Sense 所以不用买最高 spec了啦 然后Toyota Corolla Cross 这次还加了电子手刹啦 不然你们又讲百多千 Handbrake 还是一条的要拉的 然后再给你Auto后 所以现在的内饰看起来就更高科技了 这次的 facelift 还改了外观一点点 现在有新的车身颜色选择 还有新的 rim 设计了 内饰也给你高档的材质 还有配色选择 所以已经买了的车主你们不要伤心 找买找享受嘛 Toyota 跟我讲啊 他们计划在下个月发布这款 facelift 的 Corolla Cross 然后会进入台湾市场销售 作为一款大人小孩都喜爱的车型啦 经过这次改款后 这辆车一定卖到断货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等下一个 facelift啦 第四则新闻 Tank 300 马来西亚的第100辆车交车了 听说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豪华中国 SUV啦 自从上个月马来西亚发布以来 GWM 的 Tank 300 越野 SUV 的销量成绩不错 这款智能豪华越野 SUV 的先进配置和技术 吸引了一般越野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我也被他吸引了一下 据 WM 马来西亚总经理表示 我们对马来西亚客户的热烈响应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一层就极大的增加了客户对我们品牌的象征 也进一步的巩固了他们对我们高品质产品的支持 在 Tank 300 的交车活动 第100位车主 Steven Liu 教授表示 他在中国首次体验这款车时就爱上了他 他讲作为一名汽车爱好者 兼顾耐用的 Tank 300 以卓越的规格和技术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从没想到一辆越野车的舒适度可以叫车批免 这款车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 技能技术犹如 Level 2 的 ADAS 系统 无线充电和透明底盘等也完全的契合了现代生活的需求 为了表示对首批车主的感谢 GWM 马来西亚就为首批300位的 Tank 300 车主提供了特别的礼遇 给他们 Engine 和 Gearbox 的终身保养 5 年免费保养服务 以及价值 999 令吉的 Toolet Paramount 背包 和价值 8000 令吉的 Toolet Adventure 的 voucher 再来啊 GWM 马来西亚还在阿拉山沙漠开设了第二个 Gold Adventure 探险站 完成 Tank 300 车辆注册的车主将有机会赢得这一个全球最壮丽 而且最有挑战性的沙漠探险之旅 对于那些对 Tank 300 感兴趣的消费者 可以去问 GWM 马来西亚不要问我啊 只是首批300位有而已啊 所以 300 位车主的过后那些车主呢 你们就自己摘上啦 最后一则新闻啊 WOWA EX30 Confirm 引进我国市场 它是欧洲最好卖的 EV 续航里程 479 km 高贵的车身设计 高效的电池系统 WOWA这个名字不用我讲讲多了啦 EF30 拥有WOWA车型里面最快的加速性能 给了你最新的技术 包括全新的自动停车功能 Google 内建情景界面 还有升级版的半自动Pilot Assist 然后再给你很多粒 Camera 很多粒 Sensor 还有雷达系统 实现了 360 自由 环保方面 EF30 的制造过程坚持使用 recycle 材料 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碳足迹比现在有的WOWA EV 车减少了 75% 说明了WOWA对于环保和实现零排放方面 还有坚定的承诺 自从 EX30 的面试 它已在全球范围里面 获得了超过 20 项重要的奖项 然后直到 2024 年的上半年 EX30 已在全球交付近 48000 辆 成为 WOWA 旗下最畅销的 EV 车型之一 随着马来西亚市场对 EV 汽车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好 WOWA EX30 肯定又会卖到乱 如果你们对这辆 WOWA EX30 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前往 WOWA CAR Malaysia 的官方网站 或者社交平台 问他们不要问我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和 Automagic 的 IG TikTok 小龙叔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